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項快步 今天錄節目是2019年12月19日 這裡有位紐西蘭的儀得同樣 還有在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 馬來西亞馬來近 大家好 還有在台灣的許留山 以下 大家好,節目開始之前 剛剛聽到就給個like 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節目通知你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和宣揚理性的聲音 好,來講 上正題之前 社長又不見人 是不是要叫社長休息一下呢? 也是 我想 我們喜歡說話 趁社長在這裡 不參與節目來講一下 燒一下他吧 他又喉嚨通 又通了很多天 又不願意 停一下嘴唇 又要繼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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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很有趣 不知道社長會不會再聽 他呢 這個線路非常之不行 在這個酒店裡 但他都會繼續嘗試 嘔嘔嘔嘔嘔 講話 講到陳子維那些 都要繼續說 不用了不用了 不如你不要錄 你找陳子維聊天 反正你在遊之旺附近 我也叫他不要唱韻光 雖然網友大讚 但是 唱到喉嚨通 社長對韻光的歌 其實真的 有一個字結在這裡 以及已經是 深入骨髓 對嗎 對 DNA 有韻光的歌 你一說那些 他就馬上唱歌 好啦 那我們回來 我們今次的主題 請問台湯 我們今次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是 你說澳門 關於澳門的事情 首先 剛剛習近平去過澳門 我們大家看到都是 一片長禍 可以說是相比於香港的情況 是啊 沒有客人到處走 大家都有工作做 有工作 有些最新的比較就是 譬如說關於這個 失業數字 回歸那天 1999年 是不是 回歸 沒錯 1999年 當時呢 澳門的失業數字 是6點幾% 哇 好緊張 今天呢 是1.8% 的失業數字 就是過去這20年 這個improvement 這個進步 真的進步了很多 但是這一點 就是大家 有飯吃 至少 不要像我們那次這樣說 要去拿飯 這個那麼慘 不過我們也要了解 就算澳門那方面 他們居民的生活 可能都有貧富懸殊的差距 亦有 對 有多少人會在職貧窮 也會有這個機會出現 不過我們可以說回 整體來說 他們的發展是穩定 而且工作的機會都是頗多的 老實 哪裏都好 工作一定是辛苦的 要去澳門工作的話 許劉先生 工作上要 但是我不是說長期住手 你可以說那邊的人 是多靠外路 那邊的人 可能是珠海那些 那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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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足的 你說那個油 不是 我們是賭業 還是怎樣 其實也不是 它是全靠一個賭業 可以帶動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旅遊 還有就是 飲食 還有建築 還有建築 因為他們有很多外路是做建築的 以前就是 據我所知 他們還有 怎麼說呢 澳門人 看上去都比香港人開心 這是事實的 老實說 某程度上還有 他們 就算 你說可能真的有這個 阻止貧窮也好 或者可能貧窮也好 怎樣也好 還有他們的生活費 是會比香港更多 例如那些什麼電費 手機 那些錢 是會比香港貴的 因為始終 他有一個網路 但是不及香港那麼多人用 那錢就會相對地貴 所以澳門政府會不會連派錢都可以說是幫助他們 阿崔先生 他有沒有表演說國語? 有 有嗎? 有進步嗎? 是沒有的 因為我想他是忙於做政治工作 所以國語進步的空間是不大 其實我覺得這樣不重要 因為他面向的人都是說廣東話的 老實說 他們 怎樣說呢? 我都頗多親戚是澳門的 因為我們鄉山人 澳門以前就是鄉山的一塊 所以淵源比較深 其實我很多叔叔 來了六七十年也好 很小過來幾歲 但是之前在澳門等一等才過來澳洲這邊 我也說過 我有一個遠房姑媽 其實無疑無女 經常叫我去繼承她的 叫做有搭樓在澳門 在關閘附近 沒有的 沒有時間去理這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件事 其實小弟覺得澳門的民風是比較純樸 我覺得是 人比較單純 也會的 有機會可以說一下澳門如何遇到一些比較純品的經歷 不如這樣 我們這一節也要集中說回 習近平去到澳門究竟是什麼說呢 都比較緊要 黑偷說話 很老實 做得國家領導人都不會太過去吹捧 需要說那麼多 需要說那麼多 怎麼會太過捧自己的澳門這個趨勢安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在這個趨勢安大令之下 全面準確地貫徹了一國兩制的方針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穩健施政 務實有為 中央政府充分肯定趨勢安的工作 趨勢安就回應這樣說 不知道是否用國語 因為我在這裡看報道 是 嘩厲害 譯到那個人真的很厲害 有網友的經濟分享給我 我也是忍不住笑了幾聲 對不起 說到這樣 沖先感治習近平和中央的政府 對澳門的關懷 以及對他的信任和支持 還有讚揚澳門政府 這個我覺得挺… 即是香港人分子 聽到有點… 心都有點好像很不舒服 無論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保持社會穩定 還是推動經濟發展和促進民生的改善方面 以及深化和內地的交流和合作 擴大對外的交往 都是取得許多的新成績 好像這些全部跟香港相反 對嗎 是… 還有… 國家安全 他們又要搞這些暴動 又說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保持社會穩定 他們又不斷在這裡叫做… 破壞人的店鋪 又這個… 又堵路 又搞到那些… 那些交通運輸 又有什麼三把 推動經濟發展 又不是喔 他們反而其道 做一些黃色經濟圈 促進民生改善也不是喔 去撕了那些人喔 不是… 剛才他們是推倒的 不是推倒的 是推倒的 推倒經濟發展喔 這班暴徒是 這班暴徒是 所以是挺可怕的 還說深化和內地的交流和合作 他們是反對自由行李喔 是嗎 封港他們要 是呀 還有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現在是一個強烈對比 是呀 倒轉喔 我覺得馬上習近平這番說話 都挺有趣的 他這樣說 是完全… 香港市民聽到 一定會覺得很不舒服的 這樣說 是 其實… 這樣說吧 沒辦法 好像有一張報紙 他就說了兩件事 就說 馬交人選擇富貴 彈邦 是呀 但是呢 沒有選擇自由 其實我覺得邏輯不太通 不是自由 是沒有選擇民主 要富貴 不要民主 這樣介紹一下這篇文 這篇文是彭博寫出的 題目就是 澳門不同香港 選了富貴而非民主 我自己覺得 看到這個題目就已經覺得很奇怪了 那你要… 為什麼有富貴就不可以民主呢 是不是有民主的國家就一定窮呢 事實上也不是的 還有一個邏輯 邏輯是錯了 民主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就是大家覺得好一點 有一個相對公平 相對公平就是你付出了差不多的勞動 你得到差不多的結果 或者差不多的匯報 是嗎 那就是一個公平的社會 就是你所要的民主制度 是吧 但是現在梳打浮 看上去 人、民生做得好 其實我們最後 民主目標就是為了民生 大家好一點 過日的日子好一點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他覺得好一點 那他就不用操 那你所說的示威權 其實對於他來說 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本用的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澳門是否要雙普選 又說這個 不知道是否要這些 是否要光復澳門時代革命 我覺得澳門可能聽到都打爛陣 其實你說香港在爭取民主 我覺得本身他們說爭取民主 那幫人已經是很不民主 這幫人沒有資格跟我說爭取民主 有時候這麼生氣就是這樣 大家最好印象的話 那些什麼馮檢基 那些什麼初選補選 都搞到一鍋抱 你自己已經很不民主 什麼劉小麗 然後什麼李卓人 又自己出來補選 那些什麼周庭 又說在港島區 又有什麼歐樂軒 又這樣那樣 又有陰點 對 你自己有陰點又補選 又自己 你們又還小圈子 你們的泛民已經是一個小圈子 你們小圈子裏面再搞小圈子 是啊 我最記得當時阿姬仔 不是阿鄭月娥說 他不是民主派 就是他一句話 他一句話就說了 說了事 是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很失望 當時我覺得 就是這樣失望 因為我對這幫人沒有寄望 所以不會有失望 他們的民主素養是極致低 幾乎沒有 所以叫他們做什麼泛民 我覺得是錯的 以後叫他們做泛部派 根本不是民 他們不是民主 並不是民主 並不是民主的人 只不過打口說民主 還有 你看他們 他們劣跡斑斑的 是不是 不斷在搞什麼小圈子 又說什麼專業議政 就是泛民已經是一個小圈子 然後自己圍了幾個 又再搞小圈子 又搞很多不同的山頭 來做不同的事情 口徑又不一樣 你們這幫人自己 其實都很不民主 有什麼資格跟我說民主 是不是 那些什麼黃色經濟圈 你怎麼 邱騰華都說過 你們怎麼去斷定 哪一個是哪一個不是 那你們已經很不民主 那你有沒有問過其他市民 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就是 不是那些他搞你 大哥 是啊 他們不喜歡那些他搞你 還有一些很不民主的 哇 真的慶祝難輸 還有最近 歐樂軒 范國威 終於 到完美 完美落幕 可以在立法會那裡 沒有了他們的名字 那辦公室那裡 撕掉了名字 哇 撕掉了 很開心 非常潔淨 沒有那麼污衛 你說那個走廊 貼著范國威的名字 咦 連一塊鏈也沒有了 一塊鏈也沒有了 咖喱味 大家相當開心 那我又說回這個習近平去到澳門那些 那他就說了 崔勢康也說了 因為他借助了這個一帶一路 還有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的機遇 令到這個澳門的繁榮穩定 和經濟多元化發展方面 是積極努力了 還有他們有很多叫做中央 很支持新一屆政府的施政那方面 那有很多人其實經常看 澳門是不是單一去賭 其實以我的認識 澳門因為他有這些 很美式的賭業 其實他吸引了很多美資 來澳門做一些不同的展覽 是的 其實這幾年展覽也做得很好 我聽聞真的 因為他們場館也不會說 不讓你帶白帳 帶白帳 帶白帳 不會的話卡住你 不讓你興建場館 那些東西 還有應該這麼說 他們那些叫做場館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呢 其實都很受到香港的 聽到一些美國的公司 說來想搞展覽的時候 願意去澳門呢 他們都會很開心 因為如果香港的會展中心那些 可能你頭尾 你想多一點時間來設場也好 搬運也好 他們給的時間很緊的 而且很緊的 多了又要給很大筆錢 所以成本很高 澳門呢 因為他們有賭業 去補貼他們這些 會議展覽上面的開支 相對的又會便宜 又會有得 好像單眼老 單單的眼 放放手 還可以 所以其實很好 還有很多 因為有那些叫做 浦籍那些人 在那裏 土生浦人 是吧 還有那些英文是不錯的 有時候他們做展覽的時候 出出入入的時候 都會用到英文 方便一些 是啊 挺方便的 大家可以想想 不要以為真的是這樣 不要以為只是大了 在他們 沒有了我們不行 其實不是的 是的 澳門有些地方都挺好的 老實說如果你讓我選兩個地方住 我一定會選澳門 因為地方小小 可以走路去很多地方 相比較過 就覺得澳門的一國兩制 好像比香港優勝一點 有些硬資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根據這個世界銀行這個數據 原來澳門的人均財富是全球排第二 僅次於卡塔爾 購買力評價計算 澳門2018年的人均GDP已經超過12.2萬美元 超出香港近倍 香港只是6.4萬余美元 全球十大不入 但是他人均 因為他上層很多賭業的高管是賺很多錢的 事實上 人均代表某些數據 但也不代表某些數據 但是怎麼說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人 老實說如果說良心 怎麼說 我覺得澳門的東西好吃很多 對不起 有鬼魯口味嗎 不是 那是鬼魯口味的 他的茶的好吃一點 我覺得 材料是材料 材料是材料 我覺得 馬拉近去過澳門沒有? 有啊 去過幾次了 去過幾次了 希望愉快的經歷 不是不愉快的經歷 愉快的 沒有去賭場 沒有去賭場 其實那邊的橫分 賭業的和住宅的各方面 或者很純居民舊式那些 其實畫得都OK的 是的 他都去過桶仔 他賭業就過了桶仔 之後 建築都很有殖民地 那個蒲國的風味 好過這裡嗎 六甲的 因為他那時候蒲國的政府 他臨走前 就真的做了很多 保育的事情 就是把很多這些歷史的建築物 全部走去申請 有理無理 填了表 入了形式 就申請做世界文化遺產 結果得到 最後得到 所以就沒有 你不能破壞 沒有破壞 其實我是挺喜歡路環市區的 老實說 我很喜歡路環 但因為我一般都住在北區多 就是住在這塊自己多 因為我的遠房親戚那邊 但是我覺得其實 還有他乘巴士很便宜 相對於澳洲來說 他乘巴士的價格便宜 有一張卡卡不錯的 其實都 尤其是他們上了年紀的 叫做老人家 其實都挺OK的 我們又說回習近平 怎麼說澳門 習近平其實強調了幾次 澳門是真正和認真去貫徹 一國兩制 正取得這個經驗值得總結 澳門未來的發展藍圖是美好的 有幾美好就要大家共同去描繪 我們主持之間 和聽眾都可以留言說澳門的一國兩制 你們怎麼看 其實是否因為沒有那麼多漢奸 所以他爬得很厲害 是不是 他主要是漢奸 就算連他折個頭出來都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神組就已經 立了他們所謂澳門的23條 2009年已經通過了 所以連折個頭的機會都沒有 扼殺於萌芽狀態 萌芽機會都沒有 我相信 那些邪惡的事情應該是 越早搞好他越好 不過這次時間也差不多了 有機會我們再說一國兩制 大家覺得怎樣 我也是那句 因為沒什麼漢奸 所以可以 舒服一點 大家 想補多幾句 因為我覺得 你說一國兩制行得成功 你不覺得中央好像沒什麼干預 那你就自己繼續搞你的 他又會說 未知MG那家不讓他來 或者那個沙 尼煤什麼 銀沙 那些 尼煤什麼 尼銀沙 沒有什麼 那你打開門做生意 那他賺很多錢回去 老實說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都是在商延商賺錢 其實不要這麼有志 不要以為什麼都是 意識形態先走 別人是用意識形態賺你錢 傻仔 好了 這次也差不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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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